反对提高罚款质疑莫林观英,问题不在罚款而是执法。 民主行动党秘书常林观英 他今日发文告说,当执法出现双重标准时,积增罚款的做法,并无,助无遏制疫情蔓延。 追根究底,问题并不在罚款数额,而是执法需公正和统一。 他指出,低收入群和普通民众将手当其冲,面对更严厉的刑罚。 不偿负担,这起以莫令吉罚款,但当普通民众连一千令吉罚款都负担不起时,更别说是要支付以莫令吉了。 难道普通民众,所遭受的经济衰退,生意倒闭,和失业痛苦,还不够多,还要他们,在面对一莫令吉,如此严厉的罚款数额。 他说,国盟政府必须意识到,他们对新冠卫生危机的管理不当,而引发了经济危机。 时的2020年,国内生产总值萎缩5.6%,失业率达4.5%,随助政府调整我国贫穷线。 从月收入980令吉上,休之2280令吉,我国2019年贫穷率为5.6%,而此数据预计,在未来将被提高。 他指出,不长门在违反行动管制令条例后,也不太可能会如普通民众一样受到严厉惩罚。 在种植集园产业不长凯鲁丁、国际贸易,及工业不长阿慈敏,和联邦直辖区不长安努亚穆沙的案例中,这种双重标准的做法,是显而易见的。 他说,在航管令期间,阿慈敏举办了一场有500元出席的农历新年活动。 而安努亚则被发现未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,并和许多人在近距离的情况下进餐,但却未被兑付。 凯鲁丁在违反居家隔离令后,仅被罚款1000令吉,返还72岁马来老妇雀,在同类罪行下被控上庭,罚款8000令吉及坐牢一天。 他表示,新修订的条例将,在3月11日起生效,且无需持有任何的守令。 一旦被控上庭,人们将面临最高石墨令吉的罚款,或最高监禁7年,或两者监失。 当局利用紧急权力来实施严厉刑罚,显示恢复国会的重要性,以便议员们可在国会里辩论此类措施,保护人民权利。 慕尤丁证明了紧急权力将允许政府施以更严厉刑罚来兑付,违法标准,作业程序者。 既然已达成这目标,那为何还需要紧急状态,和停摆国会?